代表隊教練與選手們非常感謝 副議長潘英全與線源蔡宜柱對於隊伍的關心 並表示這次前往泰國 參與清澳資格賽將會展現實力爭取佳績 我們這次男女生要代表去清澳在泰國 我們很感謝蔡理事長給我們夾菜金 我們選手都很感謝他們 希望我們會拿到好成績 剛開始加入的時候全面雖然都很累 但是我覺得都是必要去學的 畢竟其他國家都比我們還要強 所以我們平時就要更努力 參加清澳資格賽有點緊張 有點興奮和期待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國際的賽事 希望這次能參加清澳資格賽能奪得好成績 南投縣體育會總幹事洪明慧 也協同線源蔡宜柱 前往竹高為選手們加油打氣 洪總幹事也預祝選手們 可以獲得勝利 凱旋歸國 這次代表隊將遠征泰國參與亞洲區 2018清澳資格賽 歇員蔡宜柱也期許選手們能獲得代表資格 再前往阿根廷參加奧運正規賽事 今天特別與南投縣體育會 由我們洪總幹事代表我們潘一泉理事長 特別到竹山高中的這個集訓站 來為曲棍球的這些選手加油打氣 他們即將前往泰國來參加這個清澳的資格賽 也希望他們能夠獲得佳績 能夠代表我們台灣中華民國 前往這個阿根廷的清澳的正規比賽 議長何生峰期許曲棍球國家代表隊 遠征泰國參與國際賽事 能爭取家機為國爭光 記者盧玉凱竹山採訪報導